楼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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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Crossway出版社出版了 Carl Truman写的一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 用中文可以翻译成是 怪诞的新世界 也可以翻译成是 奇怪的新世界 或者陌生的新世界 在这我们就把它叫做 怪诞的新世界 就是一个怪异而又荒诞的新世界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 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如何重新定义身份 并且煽动了性革命 在这本书的第一章 作者Carl Truman说 我们现在生活的西方社会 具有一些令人感到困惑 并且令人感到不安的现象 曾经被视为想而易见 不容置疑的美德 在最近这些年 却受到强烈的批评 甚至很多人把一些美德 当成了恶习 比如说婚姻由一男一女组成 这一类曾经被人们普遍接受的 无庸置疑的正统观念 在今天却被当成极端分子捍卫的 异端邪说 这些问题不只是在外面的社会里在发酵 在家庭内部也在产生尖锐的矛盾和痛苦 当父母向孩子传递传统的性观念 就常常发现他们的孩子无法理解 因为孩子们接受了与父母不同的观点 当父母对孩子在同性恋性倾向 和性别焦虑的事情上 做出充满善意的回应 而只是在观念上不认同孩子的时候 孩子们就可能把父母定义成是 仇恨或者偏执 最残酷的文化战 常常发生在家里的餐桌上 这是一种令人心碎的现象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怪诞的新世界 我们都来到了这个怪诞的新世界 你可能不喜欢它 但是这就是你生活的地方 因此你需要尝试去认识这个怪诞的新世界 你不需要认同这个新世界 但是为了防止你被这个新世界欺骗和同化 你需要认识它错在哪里 这些文化的变迁令人感到困惑 即使在自我意识更强的老一代人当中 也有一些人会怀疑 他们从小就持有的传统观点是否正确 是不是他们的观念 仅仅适用于历史上的社会环境 有一些老一代人会这样反思 难道几代人不都认为奴隶制是可以接受的吗 在古代社会 即使相对轻微的犯罪也可能会判处死刑 这是公正的吗 这难道不意味着传统的死刑观念已经过时了吗 同样的传统的婚姻和性观念 是否也不代表绝对真理呢 在当代 在全球化的时代 在后现代社会 传统的婚姻和性观念是否也不再适用了呢 这不仅是年轻一代人的想法 有一些老一代的人也会有这种想法 这种想法既令人感到困惑 又令人感到迷惑 因为我们生活在不断变化的历史长河中 技术在改变 商业产品在改变 服装在改变 生活方式也在改变 文化观念也在改变 那么有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是我们应该持守的呢 其实作者描述的这种想法 是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 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进化论 作者并不认同这种想法 他只是说 这种错误的想法 现在非常普遍 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 在社会思潮演变的过程中 这些新潮的思想是怎么产生的 在产生的过程中 有哪一些思想违背了圣经真理 作者写这本书 就是要挖掘LGBTQ意识形态 是如何在思想界发展演变出来的 这一场性革命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也不是随机的 了解其内在的思想演变的过程 将有助于我们持守圣经真理 识破魔鬼的谎言 也有助于我们捍卫真理 为真道竭力争辩 为了揭示LGBT意识形态 掀起的这一场性革命的思想本质 作者首先澄清了几个概念 作者首先要澄清的概念是自我 自我这个概念有一种比较常识性的用法 这种常识性的用法是 用自我来表达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 比如说这本书的作者说 我是Carl Truman 我是一个居住在美国的英国人 但我不是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 杰夫·贝佐斯 我也不是伊隆·马斯克 贝佐斯和马斯克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是两个不同的自我 因为他们是具有不同的自我意识的存在 他们与我拥有不同的身体 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人生经历 这是我们在平时口语中 使用自我这个词要表达的意思 但是在这本书里面 使用自我这个哲学术语的时候 并不是这种常识性的用法 而是更深层的哲学概念 就是真正的我究竟在哪里 我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是来自于哪里 这是我们要了解LGBTQ文化 首先要澄清的概念 也许用于系列的问题 来解释自我这个概念 会更清楚一点 如何理解我或自我 我们应该从我 对他人的义务和依赖关系中 来理解自我吗 当作者写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理解是 他的意思是想说 我是谁 如何理解我 是不是通过我与其他人的关系 来定义我是谁 作者继续写道 要理解当代文化的我 还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教育是否应该培养我 去适应当代的文化 并且把我塑造成 一个能够为社会服务的人 成长是我学习控制自己的感情 克制自己的行为和欲望的过程吗 应该把自我理解为 生来自由的人吗 我是否能够创造自己的身份 教育是否应该激发每一个自我 向外界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呢 在当代的世俗文化中 就是在LGBTQ文化中 对上述谈到的几个 有关自我的问题的回答 与圣经真理是相违背的 当代文化中 对自我的错误认识 会这样来回答以上问题 我是生而自由的人 我可以创造出自己的身份 教育应该激发我 向外界表达我内心的感受 我的生命成长 并不是学习自我克制 这种文化认为 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才是权威 一个人要变得真实 而真实就意味着 一个人把他内心的感受 进行社会性的表达 也就是一个人在社会领域的表达 和他内心的感受 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是真实 这就是在实现一个真正的自我 这种自我意识 假定了整个社会 都应该认可和接受这种行为 这种自我被定义为表现型的个人主义 什么是表现型的个人主义呢 表现型的个人主义 这个术语是由美国的学者 罗伯特贝拉创造的 他说表现型个人主义认为 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感觉和直觉 如果要实现一个人的个性 他就应该表现或者表达出 他的感受和直觉 加拿大哲学家查理斯泰勒也认为 这种表现型的个人主义 是现代西方社会中 被常规化的自我概念 查理斯泰勒把这种自我的概念 和真实性的文化联系起来 我们注意这里谈到真实性的文化 或者叫真实文化 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 当代西方世俗文化中 如何定义真实 真实就意味着 一个人把内心的感受 进行社会性的表达 在社会领域的外在表达 和一个人内心的感受 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是真实 这就是实现了真正的自我 这就是查理斯泰勒 谈到的真实性的文化 泰勒把真实性的文化 和自我联系起来 他说 在真实性的文化中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 来实现人性 最重要的事情 是找到并活出自己的人性 而不是屈服于外界的 社会的 上一代的 宗教的 或者政治权威 强加给你的某种模式 所以你会发现 这种观念深深的影响了 我们的下一代 这种观念渗透在 Taylor Swift唱的流行歌曲的歌词里 渗透在好莱坞的电影里 电视节目里 以及社交媒体上的 网红主持的节目里 所以文化战的本质 是鼠灵的征战 而这场征战 真的是无孔不入 好 我们回到这本书里 作者 Challus出曼说 这一种自我 要通过把内心的感受 向外界表达出来 来实现真实的自我 这种观念 在当代的文化中 已经根深蒂固了 明白了这一种自我的观念 将有助于我们看懂 当下很多的社会现象 比如说当你批评别人的生活方式 或者其他人的价值观 那么你将会遭遇到舆论谴责 它背后的世界观前提就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去生活 因此当你想要表达反对意见 你不仅是在批评别人的行为 你也是在侵犯别人想要成为真实的自我的权利 你听懂这种逻辑了吧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自由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活出一个真实的自我 而当你批评他的生活方式 或者他的价值观 那么你就是侵犯了他的权利 干犯了他的自由 这不只是一种价值观的反思和批判 这乃是伤害到了这个人的人格 作者进一步解释说 作者承认 人确实有自己的内心世界 人确实会有感受 会有情绪 那些不善于表达情绪的人 往往会让人觉得缺少人情味 好像冷酷无情的感觉 在这本书里面 作者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表现型的个人主义 在一定程度上有值得肯定的内容 但是作者在这里关心的是 当这种表现型的个人主义 在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 塑造了一种自我实现的标准和规范 那么他就给当代社会造成了很多不良的后果 很多人对近几十年的性伦理的改变和变性运动感到不安 作者认为这一场性革命的具体表现 其实是西方社会的表现型个人主义的正后群 换一个表达方式 作者的意思就是想说 前面提到的表现型的个人主义 就是当下以LGBTQ为代表的性革命的思想根源 LGBTQ思潮还有推广这一股思潮的社会运动 就把性欲和人内在的感受与个人的身份联系起来 作者认为表现型的个人主义 就为这一场性革命提供了广泛的支持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 什么是性革命 当我们听到性革命这个词的时候 很多人会想到美国社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以性行为的放纵和性道德的堕落 为特征的那种文化现象 当然这是性革命的一部分内涵 但是如果仅仅从放宽道德边界这个角度 来看待性革命 那就错了 当代的性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使同性恋性滥交和变性等与性相关的行为和现象正常化 并且被人们自豪的去庆祝 这是当代的性革命的独特之处 因此在当下的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的性革命 并不是少数人过着同性恋生活 或者少数人去观看色情内容 而是在于同性恋和色情 不再像过去那样令人感到羞耻 反而被视为主流文化当中非常正常的一部分 甚至被人们当作是时尚的 令人骄傲的一部分 当下的性革命 不只是代表了对传统性伦理的突破 也不只是对不可接受的性行为的界限进行放松 当下的性革命 是对传统的性伦理整体性的否定与颠覆 在某些领域 当人们想要捍卫传统的性伦理 反对同性恋和变性的合理性 那么这些反对者就会被认为散布仇恨言论 或者是性别歧视 他们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不正义的 所以要理解这种现象 就需要把性革命看作是表现型 个人主义的一种具体体现 就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 自我与表现型的个人主义 一个人的内在身份 是由他里面的性的欲望所决定的 所以必须要允许他 按照他内在的欲望去做事情 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实现一个真正的自我 当你反对他的行为 你就是在剥夺他实现真实自我的权利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当你批评一种文化 就有人说你是在歧视 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 当我们想要很理性的把文化和人分开 对文化进行分析和批评 对人却予以尊重和关爱 但是这一种区分 在当代的世俗文化中似乎行不通 因为根据我们前面谈到的 这一种对自我的定义 文化和人是仅仅捆绑在一起的 但是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要坚持做这样的区分 向世人说明 这样的区分是有必要的 或许可以说服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同时也展现出 我们在分析文化的同时 并没有失去对人的爱心 当然了 今天的西方社会仍然有关于 性伦理的道德和法律的规范 比如说 恋童癖在美国仍然是非法的 但是 在这方面 最近有一种变化的趋势 人们在讨论 限制这些非法行为的理由的时候 不再注重这些性行为本身的道德性质 而是越来越关注涉案的当事人 是否同意这些性行为 人们开始倾向于用涉案人的意愿 来定义这些性行为的道德性质 这种现象就反映了这场性革命的特征 性行为本身 逐渐失去了本身内在的道德性质 而是参与这个性行为的当事人的意愿 来决定其道德性质 说白了 就是只要两厢情愿 无论是同性之间 还是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 都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双方都是自愿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呢 这本书的作者 卡尔初门 在接下来的几张内容里 将讨论历史上的一些思想家的观点 从而来探讨今天的西方社会 发生的性革命的思想渊源 作者的结论是 历史上的思想家 并没有以直接或简单的方式 导致了当代的自我意识和性革命 而是由很多其他的因素 共同发挥作用 产生了当下的结果 但是不可否认 历史上的这些思想家的观念 对今天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现象 的确有影响 而且影响非常的深远而巨大 例如 卢梭的思想 对现代的教育理论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尼采的思想 则通过米歇尔福科等人的作品 对人文学科的研究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在这本书里 探讨这些人的思想 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 对当代社会有影响 而且还是因为 这些人的思想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化的变迁 以及当下人们的思维方式 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 卡尔出门引用 查理士泰勒提出的社会想象这个概念 来说明两个观点 第一 大多数民众不是依靠很深刻的哲学思考 来决定他们如何生活 而通常是依靠直觉或者本能 也就是说 哲学家的思想 不是影响 这个时代文化的唯一的因素 尽管它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不是唯一因素 第二 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整体 除了要认识哲学思想的发展以外 我们也要考虑其他的社会因素 就以性革命为例 在20世纪60年代 一群激进的年轻学生 就发现了威廉·赖西的作品 威廉·赖西的观念 点燃了他们放纵性欲的火花 但是更多人在性行为上的放纵 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理解了赖西的性理论 而是受到其他很多社会因素共同的影响 比如说 避孕药的产生 使得性行为与生育可以分离开来 花花公子进入了主流文化 将滥交描述成是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女权主义者主张女性对自己的身体 有控制的权利 互联网极大的扩展了色情作品的传播 传统上色情自带的羞耻感 被削弱了 肥皂剧和情景喜剧甚至商业广告 也将性描述为一种免费的消费 从哲学到科技 再到流行文化 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塑造了人们对性的直觉的思考方式 也挑动了人堕落之后 人性里的本能 与其说人们在思考世界 不如说更多的人是凭着直觉或本能活在世界里 在这个问题上 我更愿意回到人性的层面去寻找答案 性革命的发生 说到底是堕落的人性 就是罪导致的结果 所谓的直觉和本能 说到底就是放纵情欲的罪性 圣经提供了最根本 也最直接明了的答案 在这一章的结尾 作者做出了这样的总结 他说他相信 我们今天在社会中目睹和经历的剧烈变化 与表达自我的文化 有很重要的关系 特别是通过性革命的文化标准 来表达自我 就构成了我们当下看到的很多 令人担忧的文化现象 如果这些社会现象 不是由单一的因素造成的 那么我们就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 作者把责任转向了所有人 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都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 回应这个时代 但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时代 而这本书的目的 就是帮助读者了解这个时代 再补充几句 这本书里没有写到的 就是作为基督徒 我们回到圣经里 才能够找到 医治这个时代的妖方 我们是否真的可以扭转 这个时代的发展方向呢 我相信时代的发展方向 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但是上帝通常使用 他忠心的仆人 来完成他的旨意 无论上帝要使用我们 在这个时代力挽狂澜 还是上帝要任凭这个时代 朝着错误的方向继续狂奔 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 都应该对上帝忠心 尽到我们当今的本分 即使这个时代的大方向 没有因着我们的努力而改变 我们起码可以保守自己 不被世上的小学所欺骗 我们起码可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起码要保守自己 不效法这个世界 起码我们应该知道 如何为真道竭力的争辩 不管我们是否能够真的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对上帝的忠心都不会被浪费 在上帝的国度里 我们对上帝的忠心有永恒的价值 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 知道了当代世俗文化中 对于自我的定义 以及表现型的个人主义的特征 然后我们应该如何 用圣经真理来回应这种现象呢 如何防止我们下一代的孩子的思想 被这一种世俗文化所侵蚀呢 我想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出回应 首先从消极的方面 我们可以在孩子接受这种思想观念之前 主动给孩子们揭示这些观念的真相和错误 因为这些观念通常是通过流行歌曲 电影 电视节目等形式表达出来的 我们的孩子如果不能够辨认 这些娱乐产品当中传递的文化内涵 就会不知不觉地被这些娱乐产品 传递的谎言所欺骗 所以家长需要去了解 孩子听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是什么 孩子看的电影传递怎样的价值观 高速公路上的广告牌上的广告语 反映了怎样的世界观 家长需要做足了功课 带着孩子去分析他们接触到的文化产品 传递的思想观念 也不妨把这些歌曲或者电影 或者电视节目当作反面教材 带着孩子学习去分辨其中的谎言 不仅告诉孩子这些观念错在哪里 还要告诉孩子这些错误的观念会带来怎样的危害 比如让孩子思考 如果一个人为了实现真实的自我 毫无克制的在公共场所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怒和仇恨等负面情绪 那这对其他人会带来怎样的伤害 通过实力分析 让孩子认识到通过表现型的个人主义来实现的自我 会带来怎样的伤害 做真实的自己与自私有什么不同 通过这些问题和孩子展开讨论 激发孩子的思考 让孩子去发现当代世俗文化中的自我观念的错误和危害 最好家长也可以找一些实际的例子 用真实的故事来说服孩子 比如说我以前提到过的海伦纳克什纳 曾经就受到LGBT思想的毒害 尝试去变性 痛苦不堪 后来他拒绝了这种观念 按照常识 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用这些真实的故事去说服孩子 另外 从积极的层面 家长也需要按照圣经 教导孩子如何认识自我 我们不仅要破除错误的观念 还要建立正确的观念 根据圣经 我们可以从上帝的创造中 找到自己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 也根据人的堕落和罪性 认识到人内心的感受不总是美好的 很多内心的感受是不健康的 是需要克制的 而不能无所顾忌的向外界表达 也根据圣经 帮助孩子们学习去分辨 他们内心的感受和直觉 是否符合良善的标准 当然这些标准是上帝制定的 永恒不变的道德准则 帮助孩子学会去检验自己的内心 哪些感受是好的 哪些情感需要求神帮助去消除它 克制它 当然最后要回到基督的救赎里 让孩子看到 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会经历旧人的死 就要否定在罪的权势之下的那个自我 要活出新造之人的生命 在基督里认识自己新的身份 借着圣灵的能力操练节制 这种美好的生命 可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 也能够给别人带来祝福 最理想的情况是 家长不只是在道理上说服孩子 也把生命美好的见证展示给孩子 要做到这一些并不容易 这需要家长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习 需要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 建立美好的关系 展开自然而深入的谈话 求神帮助我们 下一章作者会谈到浪漫主义的根源 作者会谈到浪漫主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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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最大的谈点 作者会谈到浪漫主义的根源 作者会谈到浪漫主义的根源 方向下的浪漫主义的根源 在你在一丝的坟墓里 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风落意的 与马克思林会相遇 在来袭的头脑风暴里 修改了自我的定义 在这个怪弹的新世界 以为相遇的脑无腹说 你们都问错了问题 在这个怪弹的新世界 一个忠心的孩子说 我应该属于谁 我应该在哪里 我应该属于谁 我应该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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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是什么 我应该是在哪里 感谢观看